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许多超商都会贩卖各式宝特瓶饮料,其中也不乏茶类饮品。 最近却有网友发现,全家竟然有卖一瓶要价380元的罐装绿茶,原来这是纯洁时期饮进的限量产品。 一名网友最近在PTT上分享他在全家超商看到一罐瓶装绿茶, 虽然小小一瓶仅375毫升,标价却高达380元。 他曾询问店员也说不上来,想买实在也下不了手,上网询问大家是否有人买过这款茶吗? 许多网友看到后都直言,380真的好扯,380日币吧,应该是币值打错了。 375毫升要380元,等同一斤28500的茶,诶。 茶值真有这么顶尖吗? 综合媒体报道,全家对此则回应,这其实是在春节饮进的限量产品。 因为看准有群特别喜爱日本茶的民众,才特地制作成礼盒款式。 品内所装的则是由日本老牌茶饮品牌所推的玉露绿茶。 玉露本来就是日本高级茶,由于茶业与原物料也较高,因此就反映在价格上。